但也因为疫情都还没有取缓的迹象 所以不止防疫险很迈 现在还有疫苗险 所谓的疫苗险就是针对你打完疫苗之后 产生不适而就医提供保障 目前在国内已经卖了超过30万张 而且很多都是企业帮员工投保 年初这个画面还记忆犹新 如今抢保的情况并未停歇 截至5月底止 防疫保单已经卖破500万件 6月7号前理排了将近1400件 金额达1.34亿 但保险公司仍近赚20多亿 加上染疫人数暴增 疫苗险是最新当红炸子机 疫苗险保单五花八门 什么是疫苗险 就是针对你打完疫苗之后 产生不适而就医提供保障 就是客户自己来找上门的 这个大概一天的一二四天 那据我所知道很多医务员期 它有专门在做的 大概一天一两百件 那个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夯 因为企业也抢着帮员工保 就是因为员工都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头 因此接种疫苗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为了鼓励员工接种疫苗 因此有企业干脆 帮所有员工保了疫苗险 以这家工国行库来说 集团员工总数九千多人 帮员工一次保了防疫与疫苗险 总计超过六百七十万 通通公司买单 团工感染的疫情 那不止这个造成会造成人力调度的一个困难 那也将影响这个客户 上门来加班业务的一个考量 那为了观测金融营运不中断 并且也鼓励我们员工能够放心的去接种疫苗 考量员工一旦染疫隔离 企业难运作损失更大 强保的企业可多了 其中金融业最多达四万人 电线集团二点八万人 另外零售业一点五万人 制造业与其他产业加起来 也有上万名员工获得保障 单轴企业就帮员工投保超过十万人次 总计加上一般民众 共卖了超过三十万张 前提也是因为保费几个便当钱就搞定 目前市面上疫苗险的保费 最贵也不过两百出头 最便宜甚至百元钞票有找 不过保障区间有差异 多数保单落在十四天 但针对国外有人 十四天后才发病 还是有产险公司 有效期限打九十天 但限制也不少 有的要保人 被保险人 信用卡持有人 统统得要同一位 有的则规定 不是在国内打的疫苗 或年龄太大 就不在保障范围 至于网络投保 有的也规定要满二十岁 专家就建议 最好还要找有提供再保的保单 简单地讲就是保险中的保险 他收了这么多的钱 他如果说又找到后面一个 更强大的一个栽宝 同时帮他背数 那么可能就比较不太会说 今天早上开卖 三天以后停卖 强打疫苗 更要超前部署买保单 但羊毛除在羊身上 各家比较清楚 才不会以为买了保单 却没保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